接下來我們來說明 主程式的這個 動態記憶體配置 動態陣列的這個配置的程式 那根據這題目的意思呢 我們一開始會有一個 整數n 然後透過c把這個n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呢以這個例子來說我們會得到的是5 表示說我接下來會有5個人的資料 然後呢我們接下來宣告一個 這個正列的指標叫c Person 那在這裡呢 cPerson 信號AR就是指說AR是一個指標 就是一個門牌號碼 然後他會指向cPerson 的這個 這一個物件 的 記憶體 那 一開始的時候呢我們可以讓這個AR的這一個 指標呢 等於NUR 大寫的NUR 大寫NUR的話呢意思是說在記憶體裡面我會有一個叫做AR的指標 一開始我讓他等於0 所以NUR的意思呢 或者是在C++裡面有一個叫小寫的NULPTR 這些就是指0的意思 所以我們讓這個指標一開始先指到0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寫成說AR一開始等於NUR 那也可以寫成說他是 NULPTR 這是C++的語法 所以他是一個空指標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對這個 AR的這個指標呢 讓他去 生成一個正列 那這邊會讓AR等於 透過 NUR的這個指令 去NUR一個C Person的正列 總共幾個呢 N個 這樣 那透過這一行的這個指令呢我們就會生成 這邊是AR AR中括號0 的這個物件 然後AR中括號1 的物件 一直到 AR中括號N-1 這麼多個物件 的這個 記憶體 那這每一個格子呢代表一個 CPerson 這個類別的物件 然後AR呢就會從原本指向NUR呢 指到這個 初始的這個門牌號碼 比如說是1122號 所以這邊就換成1122 然後指到這個地方來 這個就是NEW的功用 那這樣就可以動態的配置出一個 正列出來 那 同學容易犯的錯誤是什麼呢 就是同學容易犯的錯誤是說 會 寫成說 比如說 在這個地方 當我 讀取到N等於5的這個 數值的時候 那同學容易寫成CPerson 然後AR 這邊寫個N 就以為說我已經宣告出 這個 N個 人的這個 正列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喔 為什麼呢 因為 編譯器在編譯第55行 這一行的時候 編譯器沒有不知道N的數值會是多少 也因此 他沒有辦法 在編譯的時候就知道 第55行要配置出多少的人的這個物件的正列 那 C++的動態 正列的配置呢 是必須透過NEW的這個方式來完成 因此第55行這個寫法是錯的喔 請各位同學留意 那要像55跟55 像我們現在改的 這樣子的方式才是一個 正確的動態記憶體配置的方式 那 有動態記憶體的配置呢 那當程式執行完的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把這個動態記憶體 還給作業系統 所以在程式執行完的時候 我們會用Delete的這個指令 Delete 然後表示 接下來這邊寫個中括號 表示說我要刪除一個正列 因為我們一開始在配置的時候呢 這邊是配置一個正列 所以刪除的時候這邊也必須刪除一個正列 那 它是由AR這個指標所指過去的正列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Delete這個方式 把這塊記憶體呢 給刪除掉 歸還給作業系統 然後讓 AR這個指標呢 等於NEW 又指向0的地方 這個是動態記憶體的刪除 那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CIN的方式喔 去把 後面這些人的這個資料 這無筆人的資料 把它給讀進來 這邊就寫個for回圈 antiI等於0 I小於N 每次I在這樣 然後CIN ARRI 這樣 這樣就可以把 這五個人的資料 透過這個for回圈給讀取進來 這樣就完成了主程式這邊 動態記憶體的配置 透過NEW的方式 以及刪除 透過Delete的方式 那我們這邊再說明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配置的不是一整個正列 也就是說這邊我們配置出來的是一整個這個物件的正列 假設我今天要配置的並不是整個正列而是單一個 單一個物件的話 比如像 C Person 一樣這個指標 假設叫做P好了 然後P呢讓他等於New C Person 我只產生一個人 單一個人的物件的話 那在Delete的時候 我們只要直接DeleteP這樣就可以 這邊就不用再多給一個中括號 表示說我要刪除一整個正列 所以第63跟64行是單一物件的 動態生成跟刪除 那第 56跟60行是正列的動態生成跟刪除